如果从6月1号开始 再不强化党务跟选务的运作 我们可以说换猴可能成为定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国民党看到侯友宜的民调直线滑落 现在怎么处理侯友宜的问题 已经浮出台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在这一场棋局里面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各位要知道 从去年11月26号国民党大胜以后 对于所谓下一世代的参选人 他们锁定的就是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在新北市的选票 是高过了林家龙 超出了45万票 在我的预期范围以内 我的预期他是会赢过35万票 这些我都已经通通讲过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谓侯友宜的票数 会超过林家龙35是主要 因为林家龙没有怎么取 就是说林家龙只不过在走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侯友宜赢了45万票 就变成国民党下一个世代的领航人物 我也曾经讲过这件事 那现在 国民党对于侯友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前保护他 但是侯友宜他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那这一种示范就是说他讲的完全都是空谎 各位仔细去听他的所谓的政见也好 所谓他的谈话也好 都是空的 那这种空的 我曾经讲过 你不能跟蔡英文那个空心菜一样 你应该把空的 好好的说一遍 讲清楚 讲完以后就跟垃圾一样 讲完就丢 就是你要用你实际的行动去感 去感动选民 让大家来支持你 因为我在过去的视频跟网络平台的文章 我都写的非常清楚 我也讲的非常清楚 侯友宜的若蝶是在哪里 那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 讲国民党 国民党自己造成两雄相争 虽然朱立伦他不参选 但是朱立伦始终想扮演一个造王者跟仲裁者的角色 他是党主席 然而这个党主席我们可以说 在5月17号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党主席的角色已经完全不见 为什么党主席的角色已经完全不见 因为他认为我征召完提名 那后面就是侯友宜的事情 但是我也曾经讲过 我老早我就告诉侯友宜 我在视频上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侯友宜你要参与党务 至少接个副主席 至少你要接个副主席 你要熟悉党务状况的运作 不然以后必然发生韩国瑜的悲剧 裹不起来被我说中 就是在提名完所谓侯友宜为国民党参选人以后 党务系统突然消失 那突然消失各位 就是证明党务系统跟侯友宜之间所谓的联络 层级太低 你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处理 很多事情不处理比没有处理还要好 没有处理是经过讨论 那你处理不了 那处理不了 那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风波 但是你没有处理 那你不处理 就是说我们各走各的路 各走各的路 当然它的坏处一大堆 它的好处那是什么 可以各行其次 可以把个人的魅力凸显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 国民党从提名完到现在5月29号12天内 请问他给侯友宜的支持是什么 没有 所有的行程全部都是侯友宜自己安排 请问那你党中央帮他安排的行程 放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就是韩国瑜的悲剧重演 就是韩国瑜悲剧的重演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党中央好像提名侯友宜是心不甘情不悦 那第二个就是说 侯友宜讲的很多的政策也好 很多的政见也好 那国民党党中央有没有背书过 没有 那第三个 朱立伦自己讲说 等侯友宜出现确定以后 他要推动非力联盟 请问推动了没有 非力联盟究竟由侯友宜推动 还是你党中央推动 到了现在没有人管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 这一些都是国民党应该处理的问题 结果呢 侯友宜想要插手 插不上手 国民党要处理不处理 那现在造成了这种现象 也造成了这种状况 那请问一下 你党中央现在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侯友宜跟国民党的党中央 他们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谈 谈什么党务系统如何运作 党务选务如何运作的问题 因为党是一个选举机器 但是偏偏不幸的是说 国民党这个选举机器 它不会随候选人而运作 除非这个候选人是党主席 各位去看你韩国瑜 在2019年的问题你就知道 所谓2019年你就可以知道 你吴敦义的党务系统不动 甚至于竞选办公室 你设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那中央党部的成员有没有进去过 所谓的竞选办公室 没有 包含2016年 换柱之前 你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 在中央党部 结果呢 中央党部的人居然不进 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 那你就可以说明 国民党对于洪秀柱的出现 是心不甘情不悦 到了最后几个小鸡 其实那几个小鸡 那也是奉命啊 那个时候洪秀柱发生了三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党中央的薪水没有人发 那洪秀柱逼不得已向郭台铭的妈妈开口 那第二个所有的募款募不到 那第三个他们认为洪秀柱这样子下去的话 会影响区域立委的选举 所以由党中央策动换柱 这一些都是历历在目的历史 那现在回过头来说 洪秀柱事件 韩国瑜事件 韩国瑜悲剧 现在要轮到了侯友营 那请问 他的民调直线滑落 你党中央要怎么处理 现在的问题就是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说国民党 如果从六月一号开始 再不强化党务跟选务的运作 我们可以说换侯可能成为定局 一旦换侯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 也重返执政的时机就马上稍重几次 那其次国民党会陷于内征 那你第三个就是说 国民党一旦陷于内征的话 到了最后 我敢打包票 他的得票率 不会 得票数绝对不会比韩国瑜高 反而柯文哲 他有可能超车 他的超车就是取代国民党 成为第二大党 那个时候国民党 想要起死回生 没那么容易